大半夜雙载骑车回家遭远检栏茶 明明都飘出酒味但还在酒店 两名男大神夜店狂欢结束 酒后骑车回家被警方抓包 期许被测出酒测值0.43 但依照酒驾新规乘客也得连作处罚 最高开罚15000元 而同样狂欢酒后上路的还有这位 有喝酒吗 有 喝多少 应该有喝超过两手 两手那么多 骑车明显摇晃遭远检栏茶 台中这名男大神坦诚喝了啤酒 但还以为酒驾不会怎么样 公共危险我要怎么办 就是要请别人带我回去车 不是啊 要送法院啊 一听到要送法院才紧张起来 男大神廉价开合酒后上路 这下也得负起责任 另外台中夜店举办主题开趴 就怕发生脱续行为 警方到场稽查 没想到还有酒客不断洗脑拍照 没有拍照 这撞起来 全部都在庭 酒客对领检中的远景狂拍照 干扰执勤 态度勤蔑 让警方活达当场呵斥 连假嗨翻天 小心违规乐己善悲 接着走到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望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